立足外面没有标识清楚她的材质 好 陈先生 我们开问健身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拿出 这种追准的设计口 我们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可是那一拳还是要挨的对吧 当然 我跟博尔真的只是朋友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可我也说了我不喜欢他呀 总不能这也是我的错吧 先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优秀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不知道在他的眼里你哪儿好 坦白讲 虽然我这次认同了你的设计 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了你的人品 明白吗 这个您放心 我和博尔现在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最好 好了 我们会认真地回去研究 如果有了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再见 陈先生 还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今后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解决 你真小心他说的话 我多么想把它退掉你知道吗 真的不错 好 你看看 我给你 作为决策者 要时刻参加公司的利益出发 明白吗 不错 真是不错 老爷子那儿 发下话了 五二那儿你也不能对着干 真是委屈你啊 滚 太好了 终于要回家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没什么 我今天啊 路过药店的时候 给你买了个这个 怕你走路不方便 是什么 这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脚都快好了 又不上这个 好 好 那行 行 要不我试试 忘记你 你还说你不需要这人 你还行啊 走着挺顺手的 还行吗 挺好 谢谢啊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是不是下午又偷跑出去 干了什么坏事 怕我刷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又不是伯儿 我怕你 那行 我去哪儿了 我能去哪儿 我就 随便走走啊 你看你这根脚都消肿了 促进血液循环 你这点医学程式都不懂啊 瞎呗 秦庆素 你是不是不想在江家混了你 我怎么了 你还反问我 鲁胜胜要借咱们家别墅拍广告 是你答应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那是我跟爸小时候住的地方 那是我的嫁状 你说啊 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啊 我 是我答应的 怎么了 哥 你就算再袒护他 你应该有个限度吧 那是我的嫁状 不管怎么样 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同意 喂 姐 你借博儿的别书拍广告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姜家人知道了 我本来说马上是姜家的 只告诉你 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只能求你帮忙了 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拍广告 再说了 拍广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既然这样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没有钱 付医药费了 我也不想找姜家药 我现在脚又受伤了 也拍不了广告 只有你能帮我 不然的话 孩子的医药费 就没着落了 不是 没钱 你可以跟江村讲啊 江村是孩子的父亲 应该支付医药费啊 我说了 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你就不能听我一次吗 可 可是博二不愿意借别书 给你拍广告 那你就去说服他呀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找江村 你不是说江村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妈 你干嘛呀 喂 喂 看来你姐是真着急了 可我 你给我说清楚 这黄家文是不是不打算付这笔钱了 妈 你还在指望黄家文啊 他也不是东西了 我找不着去 妈 你别去 我就跟你说了吧 黄家文是指望不上了 现在只有我们靠自己了 我们拿什么靠自己呀 现在将近是回不去了 你说你 你怎么能把自己做成现在这样啊 我已经让黄家文 预约了鲁生生拍广告的时间 只要我拍完这只广告 就能收到尾款 怎么着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了 你脚伤成这样 你拿什么拍广告啊 是不是又让那个霍芝替你去啊 只有他能帮我了 这就什么事啊 妈 妈 你放心吧 我会带着孩子和江家的 这个霍芝只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赢死我赢死我 你就作吧你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马杰 马杰 大雨凉 大雨凉 什么事啊 先生 太太出去了 一大早就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没 没说啊 问一嘴就好了 以前婴宿 一出去就是一天 你也没问过呀 说 现在不一样了 她腿受伤了 万一在外面摔了怎么办 回来了 应苏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怎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啊 可能没听见吧 我出去谈谈点事 广告的事吗 可能你要拒绝对方了 为什么 一种别墅是爸送给博二啊 我昨天跟博二聊了很久 可是他不同意 而且我也想了 爸不喜欢你做模特儿 正好你的腿受伤了 就此做爸爸 补偿金我来负责 不行 这个广告我一定要拍 为什么 因为 我答应人家了呀 我不能说话不算数 你可能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复杂了 也太严重了 我觉得只要 赔偿金可以的话 他们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 我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是吧 所有的事情 你们姜家 都可以用钱解决是吗 你以前也是 对我这种态度吧 所以我们才会关系不好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关系不好 我可以问别人呀 总之 就算秦英素嫁进了姜家 但她还是有人身自由的吧 我要拍这个广告 你不能阻止我 好 那博二的事 你自己解决 你也认为我想拍什么广告吗 我连拍个照我都觉得不自在呢 还不都是为了你老婆和你孩子 你还不帮我忙 行 那我自己去找姜布尔 有什么了不起 啊 我真的要去找姜布尔吗 为难自我了 去就去 谁关谁 谁呀 是我啊 应酬 你烦不烦哪 不看病代表我不想见你 还不听得敲 伯二 我泡了一杯川凝水果茶 给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那我就看门见商 没跟你商量 就把别墅借给拍广告的人 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然后呢 然后 你可不可以把别墅借给我 因为鲁深深那边已经定了 现在实在找不到 别的地方拍广告 我 情愫我情愫 你每次低头示弱 肯定都是有目的的 不过我不是我哥 不是你说两句好话 随便就能蒙混过关的 别说的事情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借 你找不着场地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包是不会答应的 我才不知道你管 帮我办件事儿 今天晚上必须搞定 你来干吗呀 波尔那边可能很难妥协 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 别的白色上帝 你不是说不想让我拍广告吗 我想过了 即便你是江太太 你也有权利选择 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拍广告 可以让你开心 不再拒绝 那 我就先跟波尔说说 如果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你就来找我 你这个老公 还是有点用的 早点休息 喂 姐 我还是不行 你看我平常 连拍照片都不会 哪会拍广告呀 你还是回来吧 我跟你说 这次拍摄的工作人员 对我都非常受机 换衣弄不好就露馅了 你是我妹妹 咱俩差不多 你就随便摆几个姿势去 嗯 咱俩怎么能差不多呢 陆生生珠宝要的是 展示女人的性感 和珠宝的华丽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你一定要性感 还要妖容 要表现出魅惑的样子 要充分展示你的身体 要自信 相信这个世界上 你是最美的女人 来来来 你这样干什么呀 这你可怨不怨我 你自己没关门 我还没坏好呢 你出去出去 这是今年法国最流行款 是不是啊 我没画完呢 行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赶紧把这桩卸了 重新画一遍 然后再换上一件 体面的衣服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抓紧时间 我在楼下等你 出去 好 张声音 张声音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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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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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缠着我哥去看秀 留两把刷子 你嫂子又怎么惹你了 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来气 她以为她最近跟我哥 关系好就能再江家为所欲为了 根本都不经我的同意 就把我爸给我的别墅借去拍广告 幸亏我及时发现 一口给她回去 拍不成才好 我还不愿意让她出风头 拍广告 你嫂子是模特啊 小野魔一个根本登不上台面的 嫁到我们江家之后呢 倒是拽了起来 要不是人看她是江太太的面子上 鲁生生能找她代言 说起来我倒挺好奇的 都说门当户对啊 你嫂子这种人 是怎么嫁进你们江家的 这个事我得好好地跟你说一说 三年前的时候 我哥出了一场车祸 你不知道情愫 这个狗屎运是有多好 他恰巧救了我哥 我哥康复之后呢 就一心想着要找他 找到他之后还要娶他 最奇葩的是 我爸竟然也同意我哥 把情愫娶进门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都快要气死了 拦都拦不住 三年前 车祸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跟看小说似的 你哥 在哪儿出的车祸 严重吗 好像是在隧道的出口吧 在我哥 刚回国不久的时候 当时还挺严重的呢 还上了新闻呢 好多辆车连环相撞 来来来 让我来 小姐 你后背流血了 你没事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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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那场车祸 那你 到底是不是活着 想什么呢你 哦 没什么 这么说来 我倒是可以理解你哥的 理解什么 你总说你哥护着你嫂子 你嫂子毕竟救过她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啊 如果连救自己命的女人 都照顾不好 内心肯定会不安的 这么说来 你哥算是个好人 你现在是在替我哥说话呀 你忘了我哥揍你的那一拳了 我是救世论世 再说你哥打我 也是问你啊 我理解 陈丽医生 我没发现 你是这么善解人意的人啊 那你也理解理解我呗 你说我怎么就专门喜欢你 你怎么又说回来了 不 我觉得 这次 你不如退一步 什么退一步 什么意思啊 你哥肯把上海的酒店设计交给我 一大半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为什么 就不能看在你哥的面子上 把别墅借给你嫂子 这样也能缓和一下 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怎么听来听去 觉得你这是在拍我哥的马屁啊 你要这么说也行 毕竟你哥是我的甲方啊 你想讨好他的话 凭什么拿我做人情啊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就这么一说 你要不愿意就算了 你现在怎么连管教都开不起了 好了好了 大不了我请你吃饭 真的 假如外别墅借给秦鱼做的话 这可是好大的一顿饭呢 舍得花钱吗你 行 只要卖了我够你吃的 随便你点 还说我不会开玩笑 怎么样 感觉还适应吗 看完以后 我觉得更紫围了 不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种秀呢 你只是忘了 以前你常来的 要不这么重要的秀 我也不能打个电话 马上就坐下 是吧 可是我也记得来了 你说这就是什么的 江太太 宋太太 你俩二人世界呀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什么二人世界呀 那个 你车呢 什么 难道跟宋太太见面 一起吃饭怎么样 哎呦 我可不敢耽误你们俩的 二人世界 不过啊我得提醒你 这怀孕了 不适合到这种地方来 里面空气差 声音又吵 对胎儿不好 胎儿 什么胎儿 宋太太开玩笑呢 我之前去医院做例行检查 宋太太不回 你瞧我 就是嘴快 人家可能不想公开呢 嫂子 你非要说出来 瞧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姐 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 车走了 走吧 刚才宋太太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我没有生孩子的打算 去医院 只不过是检查身体 跟生孩子 没有半点关系 我是帮你解围呢 看看你怎么舒畅 再说了 我们是夫妻 想要孩子很正常 你生什么气啊 你真的有打算生孩子吗 以前呢 我确实是没想过 不如现在想想啊 孩子也没那么可怕 如果你打算要孩子的话 我没有问题 不管是先结婚再恋爱 还是生了孩子再恋爱 我都可以尊重你 怎么 你想要孩子吗 我很认真的问你呢 我也是很认真的问你呢 你想要孩子吗 行行行 算我问得不对 那我再问一次行吗 那如果你现在有了孩子 你会接受他吗 你不会是有了 别人的孩子吧 你胡说什么呀 看哪儿了 我逗你玩呢 跟你开玩笑 你还脸红啊 你干吗 想生孩子就生嘛 只要孩子生下来健康 可爱 先这条件还不少 生个孩子 这哪说得准啊 又要健康又要可爱 万一他生出来 有点毛病 那你就不管了 那就治 反正国内治不了 就是国外治 那是你自己说的有问题 孩子还没生呢 你操了外星人的心 你这边 喂 博二 真的 太好了 我替你转绕他 博二 谢谢你 怎么了 博二说 愿意把别墅借给你拍广告 为什么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你们女人也真是奇怪 人家不借给你的时候吧 你们就干着急 借给你了呢 你又问为什么 真是 那他就没有什么条件 你还真问住我了 要我问问他 唉 别别别 那你替我谢谢他 我看你是否 那你会这样 你 快点 快点 大家不要 来吧 記住 拍廣告前一天下午 就開始不能吃東西了 一定要忍住 你大半夜的誰呀 你嚇我一跳 你還嚇我一跳呢 我以為大半夜 家裡禁賊了呢 你不是明天要去 拍廣告嗎 吃這麼多不怕臉腫啊 我實在是太餓了 對不起啊 我了吧 別在我面前撞無褲 哥 你不會又讓我 對你老婆客氣點吧 我買了你最喜歡吃的 冰激凌 真的 你的好久沒對我這麼好了 少吃點 晚上少吃點涼的 對胃不好 謝謝 哥哥晚安 吃完了就睡啊 天天給雲修 我兒其實沒什麼大 時間久了你對她好 她會知道的 我 早點休息 你怎麼給我打那麼多電話 喂 伯儿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一阿姨啊 想买你们那区的别墅 但目前没有找到在售的 所以她想 去你那栋看看户型 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呀 太方便了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那明天方便吗 我这阿姨啊 她有点急 她想去你那边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 她再换别的地方 明天好像是 齐庸素要去拍广告 哎呀 不过没事 明天我带你们去 反正房子是我的 我看他敢说一个故事 谢谢伯儿 别客气了啊 不过陈吕生 我觉得 你那句话说的 真的还挺对的 我把别墅借给 齐庸素之后 我哥果然对我特别好 还给我买了 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 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他肯定找了特别长时间 那就好了呀 我也希望你和你哥 能和平相处 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好吧 那谢谢你了 我们明天见 你 你到底是倾诉 还要获止 我明天一定要找到答案 你怎么来了 我特别好奇 你拍广告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哎呀你就别跟我去了 你不是还一堆事吗 巧了 我今天正好要去这个老别墅前面的新公寓 去考察一下 就当顺路了 真的 真的 那行 那你来开吧 哎呀我这个技术 你给你知道 要是上路的话 肯定被路人骂死 好 哎哎哎等等 可是我恐怕不行 要不 我给方主导电话让他来 哎呀你这别跟我闹了 你 你不会是不会开车吧 谁不会开车了 你下来我开 算了算我来开吧 我开车就说呗 又不是什么都 那你慢点 出发了 王阿姨 这边 活儿 等了好半天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不久 这是王阿姨 王阿姨 你好 你好 永生 我是打算给小雅买套房子 可我哪儿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没事啊 随便看看 看看有没有钱 没事了王阿姨 正好里面有一套别墅空着呢 我带你们看看 好 走 走 慢点儿 慢点儿 不着急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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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红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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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差点闯红灯 你失忆了连车都不会开了 要不 要不你自己打车吧 我自己慢慢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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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看着你 你不要踏实吧 你就慢慢开 不着急 大不了我们就迟到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开着我又是没有 你又不会开车 谁说我不会开车了 你会开车你开啊 我 我 我就是不想开我 行吧 你就是不会开 哎 哎 下车 干嘛 我开 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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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会不会开车呀 你变灯都不打转向 你脑子有病吗你 我 我以为你只是不会开车 没想到开车的 我告诉你会开车 我就是不爱开车 懂吗 你小心点 又怎么了这是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没到路口呢 他转向也不打灯 中国呀 这交通就是被他们弄乱的 遇到我的车还好 万一遇到了一个救护车 怎么办 车都开不出去 病人还抢救呢 交通 你说你是不是有路怒症啊 这路人这么骂骂咧咧的 你就是有路怒症 要不就是我心里有疾病 就你这么开什么时候能到啊 到了人家也早就散了 再来公开再来公開 他呀 dr vários 你аров 这么回来的 我已经留了 要该ieli 这样 看看在你 也一 fragr Chin 嗯 走吧 哎呀你就别跟着我了 你忙你的去吧 人家就跟我好几次了 忙走了啊 快快快快 喂 芳儿 你赶紧过来接我 你拿去这儿吧 快快快快 没事 走走走走 今天也知道三点了 知道了 来来来来来 人来了 快快快 来了 快来来来 快点快 快快快 走 哎呀 快快快 哎呀我的妻 你可算来了 这都几点了呀 这光了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等您两个小时 你也太不守时了 三姐啊 不好意思 好 我没什么 我是刚找了一大圈 没找到 行了行了 你赶紧换衣服吧 好 建筑的衣服 我们要五点之前送回去 你要抓紧点 这个 这个 帮我换一件吧 好好好 我去 谢谢大姨姐 你好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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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是 就是有服是这么漏的吗 这个 没有的漏的 那 那我就只能穿这个了 对呀 江太太 衣服是您一早之前就确认好的 而且上次拍摄就是穿的这件 怎么今天突然又不行了呢 我们现在一时半会儿 也给您弄不到其他衣服了 您看我们这么多人 都等那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 是 我 我 那行吧 给您 谢谢 唉 怎么办呀 姐姐身上没有这个伤疤 这么出去肯定得录像 哎呀我的天哪 你可换出来了 哎呀你这什么 怎么造型啊 披肩是哪儿来的 那个 我今天有点着凉了 有点冷 我就在柜子里 找了个披肩披上了 但是这样你会抢了 我们手势的风头啊 今天我们主打的是手势啊 那这样啊 她说她着凉了 要是她的身体 不舒服的话 估计今天的拍摄 也很不顺畅 那好吧好吧 嗯 那就换件素色的 我只能妥协到这个地步了 嗯 谢谢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行 做你的经纪人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 有潜力 别别别 大家别拍别拍 别拍快拍 干嘛 谢谢 进去换皮肩吧 就像素费 我说你 我来不拍摄 我来不拍摄 你也真是的 白帶你去看秀啊 在會場學的那些 裝工作宴的勁兒去哪兒了 我就不是幹這塊料 一看那個鏡頭 我就肚子疼想著廁所 快快快 你叫你媽 不是啊 我認識 我認識 肚子疼快帶我去廁所吧 去廁所 我阿姨 你們在這兒啊 我這一轉眼的功夫 不見人了 怎麼了 剛剛看到一個認識的人 一轉眼就不見了 誰啊 阿姨 謝謝 給你 她明明就是小智是不是 我也覺得像 小智是誰啊 沒誰 一個朋友 博二 再帶我們四處轉轉吧 好 這邊 好 這是怎麼辦呀 房務院長怎麼會來呢 肯定是那個陳女生 肯定是她來懷疑我 不行不行 我要讓陳女生看到我 現在這個樣子 她肯定就知道我是貨汁了 怎麼辦 音速 你怎麼樣了 我 我沒事啊 那個就是有點緊張 你要不幫我買杯咖啡吧 沒問題 我這裡就去 你在裡面稍微評估一下情緒 別著急 哎 哎 這就拍廣告啊 我們去看看 不會影響他們吧 怎麼會呢 特別要是不高興的話 我就把他們都紅了 嗯 別忘了這是我的房子 來了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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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來就這啊 好準備 來 來 開始 好 漂亮 來 好 幫個姿勢 雖然長得很像 好 但我覺得這不是貨汁 來來 來來 我從來沒看過他這個樣子 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好 來忙了是忙了 也許是呢 快點反正動一下 人總是會變的 好 開始 開始 好 開始 開始 好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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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人不是貨汁 貨汁背後有個大腸疤 小雅當時還替貨汁去整形院諮詢過 醫生都說沒辦法解決 這個人不是貨汁 五二 哎 哥 你怎麼過了 這話應該我問你吧 我自己的房子我看著點不行啊 江總 不干博的事 是我王阿姨想買這區的房子 所以帶她來看看 但是這樣 你看看朋友要買房子 應該多找幾個樓盤 讓他們參考嘛 對吧 這樣阿姨 您留一個我的聯繫方式 我也留一個您的 到時候我讓秘書 找到樓盤的信息發給你 如果您看得好的話 我給你打車 那太謝謝您了 我哥是江市集團董事長 打個折都要入小案子 好 來 這是我的名片 謝謝 姐 怎麼辦呀 我這兒出軟狂 您看他幫幫我 可以了嗎 今天就到這兒吧 好嘞 辛苦了啊 不錯啊不錯 您是幼兒園的園長 對 黃阿姨 時間不早了 我們該走了 行 你們先逛 走了啊 拜拜哥 拜拜 誰呀 還能有誰呀 我 好 我跟你說啊 我就猜就是這個 陳凌生倒的鬼 我剛拍照的時候 就看他跟王延長 一直在那兒嘀嘀咕咕的 好聰明 我就故意給他露背卡 怎麼算是混弄過去 嚇死我了 幸福你來得及時 我就猜你肯定有麻煩 所以一早就在這兒轉悠 沒想到你真有問題 那 那他們沒有發現 什麼不對勁吧 應該沒有吧 我剛拍的時候 故意表現得 聲色了一點 而且拍完 立馬就進來了 沒給任何人 借出我的機會 這次總算是糊弄過去了 那就好 對不起啊姐 我又差點跟你說 你這個麻煩 你也別這麼說 姐謝謝你 都是為了我跟孩子 不過陳凌生啊 你一定得想個辦法 這種事絕對不能再發生 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來了 你去哪兒了 你去哪兒了 也不跟我說 害得我到處找你 我穿那順衣服不太舒服 我就把它換下來 咖啡 謝謝 只是不把我們這些人 放給嘴巴 現在看看呀 連老公都不大塊事 就是 知道耍大牌 還嫌衣服太暴露 不肯穿 他之前拍的可比這指度大多了 就是 裝什麼青春啊 他怎麼能那麼說青春素 我得跟他說清楚 說什麼 我跟他說我沒有無故遲到 更不用甩大牌 姐 那個衣服我是有苦衷 算了 不跟這種人一盤見識了 可咱們不能這麼 不負責地說緊 慢點啊 說我 怎麼了 他會惹到你了是吧 你幹嘛去 打他 行 這事就能這麼算了嗎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